帮我忙 假扮一下我的女朋友 我啊 对 你看我合适吗 合适啊 嗨 大家好 我是大树君的朋友开心 当一位男生为了逃避相亲 在路上找女生假扮自己的女朋友 路人会怎么做呢 嗨 不好意思 您好 那个能不能请你帮我忙 是吗 就是能假扮一下女朋友的那种 那不能 今天我妈带我来相亲眼 女儿这个地方 能不能麻烦你 假扮一下女朋友 应付一下我吗 好 不太妨礙 好 谢谢 让我妈说说 然后这样她就打骚这个念头 这样她就 妈呀 妈呀 来人的这种 对对对 我就是时间起 认不重 所以 获不得已 我等到了你 帮我个忙 太感谢了 帮我忙 假扮一下我的女朋友 我啊 对 你看我合适吗 合适啊 就是要做什么 就是应付应付 那也行 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非常认真的在说 我都没有笑 OK 我已经听她答应了 去吧 你为什么这颗把我推出去了 去吧 等多久啊 几分钟吧 你就 你能在这儿 可以吗 可以啊 谢谢 谢谢 还有我妈 谢谢你妈 这是我妈 这是我妈 你叫什么 张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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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借了个朋友 这个是女朋友 女朋友 对 那我要跟你妈说什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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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女朋友 女朋友 你前面怎么没跟妈说过 前面都没说过 哎呀 还没亲对 所以都不太那个 她没跟你提过什么 从来没提过 哦 你认识多久了 我说过 我说过 她还没听了 就是 她那么孩子 我还带了我那个 我叫我朋友的女儿 还想跟她见见了 哦 这样啊 你不会弄一个人糊弄妈吧 没有 是不是 哎呀 还要帮你女朋友 哎呀 那么好啊 女朋友 好漂亮 个子长得高高的 长得白白的 眼睛大大的 对 那样怎么化妆 我们家也在别生 上午家去玩玩去吧 啊 不用 所以你别人 第一次嫁着人 下次一定要来啊 好 去一下吧今天 去家里坐坐呗 我们已经在那边走了 过来见你一下 放心 这有一点主要是 明天没放适 您看我就挺好的呀 不好意思啊 阿姨 我一会儿要去教课 今天就好过了 你去学那个 我一跳的生物 我去教课 对 等有空 等会儿跟美丽到家 我看看吧 等会儿我跟他招给你去 我们准备去吃个饭 哎呀 一块 一块 我就不了 我还有朋友在那 那行 快要跟他说说呢 等会儿去 好 那行 那你底下有空的时候 你带着朋友 一块上午去教吧 行吗 好 我等会儿就回来 你先帮你 好 你先帮你 来 来 那我陪你 我先上去好不好 下一帝来往 好 那我先过去 阿姨再见 再见 拜拜 店家长 太可怕了 谢谢啊 谢谢女生 我就很烦 你知道吗 就是 正常 就是催婚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女生 有时候女生就挺好的呀 是吗 最后一几乎 你们都比较认同这种 相亲的形式 多大了 我二十七了呀 那是吧 还年轻 还小 还好 没有必要啊 对对对 你真着急吗 就是没有这下 硬要给你找的这下 不相信我 应该相信也行 万一碰到十块了 我到了年纪了之后 一定能找到合适的 你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老师挺希望他们给我安排的 没人给我安排 你好 我刚才在拍了一个暖心的视频 希望你们那么棒的吗 特别感谢你 其实我刚才这个情况是我们演出来的 啊 特别感谢你 没事 你不早上我真的没化妆 你们就看我太真大了 我觉得挺真 挺真实的 因为觉得年轻人这么早相亲是要我 我也会做这种事吧 可能 所以就不帮了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